大家好,我是猫猫无线 在前面几期维修NAS的视频里呢,我提到过 群晖NAS上面的EC芯片呢,是加密的,不能被复制的 我看到有的网友留言说,说这个芯片呢,是可以被复制的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个实验,来看一下这个芯片到底能不能被复制 手里边呢,是一个群晖的主板,这个型号是DS916加 这个主板上面的这个贴纸呢,已经被虫子给它吃掉了 不知道什么虫子啊,这个 拆开了以后呢,发现这个贴纸这边被什么东西啃去了 啃成这个样子,然后这边呢,纸线混合着一些,应该是虫子的唾液吧 搞了一个WAR,里边搞了好多虫卵,我把它给清除掉了 看着非常的恶心啊 然后呢,这个板子上面的这个芯片在哪里 在这里啊,可以看到这个芯片呢,就是阿尔塔拉的5M80Z的芯片啊 这个芯片是一个CPLD的芯片 我之前说它是FPGA的,这个是有误的 它是CPLD的 它比那个FPGA要简单一些啊 然后呢,我手边呢,这是一个 阿尔塔拉的一个下载器啊 你叫编程器呢,也没毛病啊 它是给这个开发板来写数据的 写程序的一个工具啊 来呢,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个东西给它连接一下 OK 然后呢,我们给这个板子上电啊 OK 可以看到板子上面呢,已经是有电流了 OK 然后呢,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程序啊 打开阿尔塔拉的程序了 然后呢,选择这个让它自动检测 可以看到已经检测到了这个芯片 芯片型号是英特尔的5M80Z啊 因为这个阿尔塔拉后来已经卖给英特尔了 所以现在软件呢,也是英特尔出的啊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Examine这个上面打对勾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读取这个芯片里面的程序啊 然后呢,点了以后呢,我们点这边的 这边的Start,OK 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成功的读取了程序 但是,这个程序实际上是加密的,没用的啊 我们现在给它另存一下 另存 OK 然后呢,我们来找到这个程序啊 可以看到这个untitled1这个pof的程序呢 就是刚才读出来的程序啊 我们现在用这个软件给它打开啊 可以看到这个软件打开了以后呢 前面的话应该是芯片里边 这个应该不是芯片的数据啊 这应该就是一个 这个pof的文件的前面的描述的一些东西啊 这是给这个程序 应该是给这个程序看的 它有这个头部的话 这个程序才知道是适合它的一个文件啊 然后呢 我们往下面拉 可以看到里面全都是零啊 再往下面拉 可以看到全都是f啊 说明呢 这个芯片是被加密的 它是能堵的 这个芯片都是能堵的 但是呢 如果加密的话 它堵出来的数据呢 全都是空白的 全都是ff或者是零啊 所以说是没用的 很明显 这这里边根本就不是正常的程序啊 可能有的网友会问 为什么这种程序都会加密呢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加密的过程呢 并不复杂 就是说 它只要在这个 写入程序的时候呢 把这个security bit打上钩 然后呢 这边program 然后configure 这个地方也打上钩 然后点这个slot就可以写入了 就可以加密写入了 所以说呢 它这个过程就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复杂的工序 所以说像这种程序呢 肯定都是会加密的 所以呢 看到这种cpld的芯片呢 不管是 它是在NAS上面 还是在其他的那种开发版 或者是单片机上面 成品的设备上面 这种芯片的话 可以说百分之百都是会加密的 这个大家不用怀疑啊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点赞 并关注这样的话 就不会错过每期视频了 如果大家有品牌NAS 笔记本 公控机需要维修 欢迎大家私信联系我 我是猫猫无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